大家好,我们是俄罗斯利行销股份有限公司 这边为大家播报一则新闻 巴西知名电商平台疑似营运不佳,即将面临倒闭危机 究竟是不是如同外界所说的如此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连线记者艾咪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晚上好 关于这间电商平台消息,外头讨论得沸沸扬扬 但是各位观众,你们真的了解Allist吗? 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做介绍 首先,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Allist的公司概况 Allist是一间新型的电商平台 集合了卖家及买家,也与通路商合作 它的收益方式是下每月销售额大于3000里奥的卖家收取定额回备 再额外加上依交售额按不同汇率收取电动佣金 从Allist每个月的订单金额总量局限来看 在2017年至2018年5月确实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但从2018年6月后便开始下降 从Allist每月销售额大于3000的卖家来看 居然只有5%的卖家是营收来源 随着订单数量增加,平台维护成本也跟着增长 营收来源这样真的太少了 导致古德们非常的顺其 因此Allist委托了二师的行销专家们来进行商业数据分析 那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大家好,我是二师的Allen 这次我们将资料分析与行销策略制定分为6大部分 首先是第一部分,顾客资料整体分析 为了了解顾客满意度 我们将顾客分成三群 评分一二为低满意度顾客 评分三为中满意度顾客 评分四五为高满意度顾客 可以看出75%顾客满意度高 其次是满意度低,最后是满意度中 由顾客购买频率图可以发现 大部分顾客是一次性消费 故如何提高顾客购买频率是很重要的 老师的建议,可以使用几点折扣 或者再购值价的方式来刺激消费频率 第二部分,低满意度消费者原因探讨及建议策略 根据作图发现 不同满意度顾客跟收到货频的时间乘付相关 故有效降低送货时间 可以增加顾客满意度 是不同满意度的平均消费金额判断 其实低满意度的顾客平均消费能力 不压于高满意度的顾客 所以留住满意度低的顾客是否要的任务 建议推出满意度费以及换后免费 来平衡顾客心理 并惩罚不实的卖家 维持卖家的品质 由于从顾客下单到收到货频的时间 会直接影响顾客满意度 顾需了解到到底是谁把时间吃掉了 由上图的时间消耗图观察 可以知道说 同货车到顾客手上是最花时间的地方 而根据不同满意度顾客的数量作图 可以发现到顾客其实都在圣保罗 而相对满意度也较高 故针对圣保罗的物流时间进行分析 从其他城市将产品送至圣保罗 时间只要5到10天 但是由圣保罗将货物送出 时间却拉长至5到17天 不可以发现 物流至其他城市可能较不顺畅 故建议提升其他地区内的物流系统 使得货物最后一滴路走得顺畅 另外也可以自建Allist自己的物流系统 拥有较高的弹性以及自主性 而改善物流之后 还需要聆听顾客批评的声音 以低满意度的顾客而言 常使用到等货时间及等待的词句 表示他们最讨厌日期交货及等待 另外顾客也提到退货的问题 这会使公司延伸出客服及运送货品的成本 必须想办法减少顾客退货的机会 而观察低满意度提到的叙述是 分叉的客服 表示公司在客服方面必须加强 而产品的正确性也很重要 包含颜色、数量、缺件等 虽然看似消失 但也代表公司品管需要加强 而橘色的部分的一字 婴儿用品、墨水盒及化妆盒 是常常被抱怨的物品 必须立刻解决 而日中日期也是另一个常被抱怨的问题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高满意度消费者原因探讨及建议策略 来自高满意度的顾客可以作为公司的核心能力 由自评分析看到品质与快速 是顾客最强调且在意的 可将此两者变成公司的核心价值 而高满意度的顾客提到原因推荐 顾建议Alist可以推出会员制 或推荐新用户送货金的政策 来自高满意度的叙述 大部分是正面的形容词 包含完美、美丽、正确、经验等等 并且愿意推荐给朋友 另外,有注意到儿子与女儿喜欢的产品 也受到高满意度的消费者青睐 顾建议Alist可以往儿子与女儿的礼物进行生根 若能发展出更多样化解高品质的自由品牌更佳 接下来是第四部分 假日及特别节日行销策略 根据买家的下单热图观察 可以看出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周点到晚上11点是下单尖峰 而星期六日的下单量少 原因可能是因为巴西人假日常出门去海边晒太阳 所以推荐假日海洋商品即时下单优惠 让巴西人假日冲浪晒太阳也不忘购物 再来是顾客下单时间分布 可以知道一年当中11月为订单最大宗 而11月中又以11月24号黑色星期五是最多订单量 因此建议推出特别节日促销拉高整年的营收 而11月24号中热销商品除了床跟洗澡用具之外 又与支架布置还有手表随着月份成长最快 因此建议以支架布置为销售核心 搭配加勾其他非热销的产品进行折扣 而手表礼物成长快速 可以针对手表礼品进行控制化或多样化 来抢占高成长商品的市场地位 接下来是第五部分 顾客分群消费分析即行销策略 将十大热销产品及不同地区做集群分析图 可以发现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消费区隔 绿色区以汽车配件电脑为主 建议在此区建立仓储中心方便配送 蓝色区以支架用品为主 红色地区以健康彩妆为主 可以与市中心建立实体体验中心 而此三大分群都需要进行向近的产品 广告投放增加广告效益 最后一部分是行销策略与总结 我们分为五大行销策略 一、以高品质快速送达为价值核心 二、针对低满意度顾客给予日时运费减免 改善物流或直接建立物流 第三、针对高满意度顾客建立会员制 推荐新用户送点数或购物金 拉拢潜在顾客 第四、推出特别节日促销活动 然后准备营收 第五、建立顾客分成系统 做精准广告投放 谢谢Amy以及20例团队的分享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报导 各位观众是否也更加了解Allist呢? 有任何感想的话都欢迎您与我们分享 感谢您的观赏 巴西环球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赏